好 再來我們來關心在國際消息的部分 現在大家很緊張 俄羅斯跟烏克蘭難道就如蘇利文所說 可能最快在幾天之內 或者是幾個禮拜之內 要入侵 要開戰了嗎 但是他又說 不過人可能選擇外交途徑 現在的狀況是 現在俄羅斯烏俄邊境 已經集結了70%的軍力了 到底是否真的開戰在即呢 現在法國介入了 要來從中斡旋 先來跟美國談一下吧 今天晚上要跟來拜登通話 明天烏克蘭會談 現在馬克宏介入來斡旋 他也說了 俄羅斯提的安全顧慮合情合理 如果你之前有發了我們 全球大世界的國際新聞 現在俄羅斯不希望烏克蘭 因為他是他鄰居 不希望烏克蘭加入北約 或向美國靠攏 因為俄羅斯當然不希望 你加入北約 那你美國北約你的軍事部署 可能就在烏克蘭 在烏克蘭 你不等於在我家門口部署嗎 俄羅斯當然不願意 但是美國又一直覺得說 烏克蘭有沒有要加入北約 那讓烏克蘭自己來做決定 因此雙方就這樣鬧得很僵 開會開了很多次都沒有辦法 現在馬克宏認為 俄羅斯提出的顧慮合情合理 你不是一直也說中國大陸俄羅斯在壯大威脅到世界和平嗎 那俄羅斯為什麼不能自己也做出防衛性的反擊呢 但是拜登現在美國認為普丁在尋求是得不到的東西 好 到底還有沒有得談呢 烏克蘭問題怎解如何破冰 來看我們的解說 俄羅斯派出轟炸機在白俄羅斯領空演習4小時 而這裡再往南走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邊境局勢升彎集結十幾萬俄軍勢力 俄軍另外還加碼派出3萬士兵到白俄羅斯 進行圍棋十天的聯合軍演 路透社指出這是冷戰結束後 俄羅斯派軍到白俄羅斯規模最大的一次 烏克蘭局勢緊張 美俄持續對抗 美軍加快腳步派兵到北約盟國 美國增兵3000人協防北約之外 美國國務院更警告 俄羅斯的下一步可能是利用一段假攻擊影片 指控烏克蘭先發動攻擊 當作是俄軍入侵的合理藉口 你只能說在一個簡單的證明的文章 對 這些是實驗的 因為你已經說 我們沒有公開這些資訊 但現在他們公開 那你只能說是對還是沒有 我沒有看到這些資訊是實驗的 但無論是假影片 網攻還是假期行動 拜登依舊猜不到普丁的下一步 美俄之間嫌隙越來越大 但對於美國的指控 俄羅斯反擊毫無根據 就連最靠近戰爭邊緣的歐洲 也傳出跟高喊戰爭要開打的 美國很不同調 英國BBC報導指出 法國總統馬克宏跟拜登通話後 表示他認為俄羅斯提出的安全顧慮 是合情合理 馬克宏有意替普丁澄清 說普丁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烏克蘭 而是跟北約釐清規則 歐洲表明不想衝突 但離烏克蘭前線最遠的美國 卻認為局勢相當緊張 紐約時報指出 就連美國國內的鷹派 也不願看到美軍為烏克蘭而戰 但美國把烏克蘭往火坑推 自己卻怕受到牽連 因為背後的真正目的 可能是藉此增加北約 存在的合法性和凝聚力 讓歐洲與美國捆綁得更緊 而美國還能趁機銷售軍火 一舉數得 記者張力報導